今晚开始江西降水江北台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请注意防范 父爱 严厉 深沉 含蓄而伟大 您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今天是父亲节 父亲们的心声 儿女们对父亲的爱 都市现场真情记录 应急安全大闯关 在游戏中学习安全知识 全国安全咨询日 提醒您 人人将安全各个会应急 打破小圈子广发英雄铁 接绑挂帅助农忙 都市频道全国首档聚焦 政务公开荣媒体栏目 江西正能量 今天关注白莲之乡 辅州广昌的科技特派员 英雄城里万人骑游夜跑 近距离感受南昌城市之美 雨后积水频发 企业内涝难题迟迟未解决 全责不明 将局谁来破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揪四风 敢坐善为抓落时 今天继续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奔驰车正要卖给朋友 却因一条4S店维修记录 交易告吹 是车辆层大修还是4S店造假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问真相 水面养殖租赁到期后 近三万奖补资金迟迟未拿到 节目播出后 相关部门多方沟通 奖补资金已到账 各位好 这是最值得您信任的 民生新闻栏目 都市现场 我是主播文俊 欢迎各位准点收看 今天是2024年6月16号 星期日 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近一周 强雨带在我省的南北百动 昨天6月15号 暴雨主要出现在了 干中干南局部地区大暴雨 据省气象台预计 从今晚开始 降水再度加强 一直到18号 雨带将在我省维持 并逐渐北台 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下周三 也就是19号以后 主雨带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 我省处雨带南远 多雷雨天气 本轮降水集中期 持续时间长 累计雨量大 影响范围广 降水落区高度重叠 干北南部和干中干南 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较高 请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 昨天晚上随着一声发令枪响 一场盛大的万人骑游夜跑活动 在江西省会南昌举行 一万多人从南昌市洪谷滩区出发 正式开启英雄城夜游夜跑之旅 近距离感受南昌城市建设成就 及美丽夜景 晚上六点三十分 在呐喊声与欢呼声中 骑游组率先出发 苏都与激情正式上演 七千多名骑游从起点处 鱼冠而出向前进发 以激情和韧劲演绎运动的魅力 因为运动的话它会使分泌一多半 然后会使人快乐 再加上就是在骑行过的时候 也可以遇到很多很多的朋友 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骑行 我健康 我快乐 这次超过13公里的活动路线 途经三百山路 洪州大桥 东翔路 复兴大道中 复兴大桥 终点设在复兴大桥西边桥头 将南昌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 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观 一一呈现在参赛者眼前 随着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亦将两岸灯光亮起 洪州大桥 复兴大桥 未为壮观 全新夜景灯光 为城市增添动感与活力 骑行不是有这些说法吗 开车太快 走路太慢 骑车刚刚好 我骑了很多长途的 我还了台湾 还了海南 还还了青海湖 我姓夜 我不希望你叫我老人家 那我一旦解决可以吗 也不用 我不会觉得自己老啊 我们在南昌宣传搞这个活动 我认为非常好 因为是万人骑行夜 夜跑 我还是第一次南昌经常搞这个活动 我感觉是动感南昌 活力南昌 美丽南昌 和骑游项目不同的是夜跑项目全程计时 在众多选手里决出前三名 晚上八点 夜跑项目正式鸣枪发令 不同年龄层 不同职业的跑者奔涌向前 在赛道周围 南昌市洪谷滩区和南昌县还打造了特色氛围点 组织了精彩烟花秀和无人机表演 江西是大富中 其实我是一名体育生 就是从小比较喜欢跑步 然后也比较有天赋 然后跑的成绩还可以 江西省第一名吧 我冲着冠军来的 但我觉得我应该能跑个前三 我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 常跑运动员 我曾经在南昌突破了我最好的成绩 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选手 特列克·加尔肯 冲过终点线 获得夜跑项目男子组冠军 来自南昌的选手杜正妍 赣州的选手邓芳元 分别获得亚军季军 夜跑项目女子组 安徽选手张艳婷 广东选手蔡迎真 上饶选手王思英 分别获得前三 近年来南昌市持续推动旅游加体育融合发展 城市热度持续攀升 举办了2024南昌安逸半城马拉松 南昌第二届金花户外运动节 2024南昌颇阳湖半城马拉松等一大批 具有城市特色的体育赛事 吸引群众积极参与运动热潮 激活全民运动热情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昨天在宜春市静安县上演了一场 速度与激情的对决 2024环浦阳湖自行车精英赛静安站的比赛 在山色美景中正式打响 此时发令笛声响起 选手们如离弦之剑冲出起点 选手们在赛道上你追我赶 奋勇争先 各种颜色的比赛服 仿佛静谧的九岭山脉中 飘起了一条流动的彩带 最终来自南昌的车手周克强 率先冲过终点 静安这个赛道算是我们南昌100公里周边环境最好 空气最优美 它那个氧气含量就是空气最好的一个赛道 然后这个赛道的话 平时我们会经常会带我们的俱乐部的成员来 来骑游啊 这次静安站的比赛 起终点均位于静安县清华文化广场 全长105公里 赛道途经当地的雷弓尖乡 宝峰镇 三爪轮乡 造都镇 高湖镇 水口镇 除了出发段和终点段是城区公路外 其余赛道就是在群山环抱的山路路段 有难度 有魅力 景色优美 观众热情 在这里就连呼吸空气都让不少车手感觉上头 这边就是赛道的很优美 然后路况也很好 会有那种经过树荫的地方 然后在经过春庄的时候 也会有热情的群众给我们加油 此外记者注意到 本站比赛成绩优异的选手 将有机会直通今年下半年进行的 环颇阳湖国际自行车赛 都市频道记者宜春静安报道 每年的6月21号是国际瑜伽日 昨天上午在南昌市西湖区 我省300多名瑜伽爱好者集聚一堂 集体展示了瑜伽的力量与美感 伏去城市的喧嚣伴随着轻柔的微风 300多人在音乐环绕中拉伸扭转 将自身彻底融入大自然 感受和展示瑜伽的魅力 通过练续瑜伽我觉得我的身体更健康 而且是更轻盈 而且我觉得这种改变影响到了我身边很多的人 像我们单位 现在已经组建了有一百多人的瑜伽队 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男性爱上了瑜伽运动 记者从省瑜伽协会了解到 江西目前有瑜伽企业400多家 瑜伽场馆上千家 长期练习瑜伽的人近百万 省瑜伽协会现在正主推活力瑜伽 我们就是在原有的瑜伽各个体式的基础之上 把它串联起来 融入了音乐 就更加的流动动感 比传统的就更有活力 当地时间6月14号晚 2024欧洲足球锦标赛 也就是球迷们常说的欧洲杯正式开赛了 有超过7万名的球迷来到了德国慕尼黑竞技场 观看揭幕战 在这个周末 万里之外的江西南昌 众多球迷也开启了四年一次的熬夜看球模式 很多人都和趣味香头的朋友一起看球 一起喝啤酒 吃烧烤 昨天深夜 在西湖区的一家烧烤店内 这里的看球模式逐渐升温 除了江西本土的球迷爱看球 还有不少来南昌旅游的朋友 也赶上了欧洲杯开赛 相逢不如偶遇 那就入乡随俗 坐下来一起看球 一起喝啤酒 吃烧烤 对啊 今天我们就过来南昌旁边吃点烧烤 看球赛 期望的话也没啥期望 就是偶尔看一下 支持球队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 正在看的这支球队 其实我们最支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球队 但是 中国队啊 对 但是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好嘞 但是这是欧洲队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记者注意到南昌市有商家为了能让球迷看球更尽兴 赶在欧洲杯开赛前就把店里的氛围高起来了 像我们门店的这种吊棋啊 包括我们身后的这种这个赛绳表啊 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活动专员的这种服饰啊 都配合我们的这种欧洲杯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元素的这种装饰 那我们也应对这个这种赛事这种时间 把我们的这种精英时间拉长了 就我们在三点钟这一波的这种客人 依然能够在我们门店看到球赛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收看我们都市现场和快手联合推出的快现场板块 咱们都知道啊 体育文化和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与民俗民风也是紧紧相连 近年来村BA的不断出圈 不仅是点燃了人们的体育梦 还成为了一些地方特色农产品的展销平台 以体育之名 祝乡村振兴 6月9日之10日 由小鹏和快手联合举办的2024快手村BA 走进四川篮球之乡宜兵拱线 让属地热辣文化点燃篮球热血 打造一场川位十足的篮球文化赛事盛演 决赛之夜 四川宜兵博文化公园广场篮球场内 现场坐无虚席 冠军联盟队对战夜幕大园队争夺冠亚军 最终冠军联盟队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夺得冠军 本次比赛的奖品也十分富有四川特色 冠军拿到的奖品是大锅宜兵特色燃面 冠军花环也换成了火红的辣椒 激烈的上场赛果 热闹的场下氛围 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表演 快手村BA为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篮球热爱 搭建起展现自我的舞台 助力更多地方特色文旅的传播 广东东莞沙田镇有一支撒肚爆表的妈妈龙舟队 妈妈们平时务工 保洁 照顾家庭 虽然年龄跨度大 但没有老字一说 只要龙舟鼓点一响 同样能激流飞龙 这些年来他们从乡间小河滑到世界赛场 用传奖滑出属于自己的闪亮人生 接下来一起看看本周的快手热榜有哪些内容 又一批学子的高中时代杀青了 今年八月份我在推开这一站叫做 什么名字的名字的名字 不为了 不然是 你们是不是最好一件名字 哦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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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做自己 我要用我的学习 让更多人过着好日子 我给你 这个派出所成了晚托班 体育生陪爬泰山服务火了 都市频道记者刘璐编辑报道 稍后播出父爱 严厉 深沉 含蓄而伟大 您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今天是父亲节 父亲们的心声 儿女们对父亲的爱 都市现场真情记录 常言道 人活99 全靠好牙口 以前缺牙了 很多人选择活动假牙 但假牙不舒服 咬不了硬东西 还容易脱落 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 像真牙一样的种植牙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携手得牙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手术费 一律取消 同时 德国种植牙 磕磕半价 磕磕终身至宝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 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不限年龄 不限缺牙磕数 均可报名 缺牙的中老年人 千万不要错过 这次机会 报名热线 07918812 8777 种植牙 认准得牙 唱一百分百 添加太空军珠K56 专为国人健康研究 好均喝倡议 畅快随心意 今天是6月16号 6月份的第三个周日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都会选择在这一天过父亲节 用问候和赠送礼物的方式感恩父爱 很多人也许会在这一天怀念已故的父亲 对于每个人来说 自己父亲的形象和感觉 那都是独特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当中 父爱如山 深沉 恒远 厚重 坚实 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 一提到父爱这个词 他们还会想到一位江西演员 邓超 这是电影《银河补习班》里的桥段 邓超饰演的父亲马浩文 一直鼓励儿子马飞 独立思考 勇敢面对挑战 为让儿子懂得知识就是力量 勇敢的爸爸戴上黄色安全帽 爬上了一座即将被拆除的水塔 都说艺术源自生活 前两天在我们都市现场抖音号里 一位同样戴着黄色安全帽的爸爸火了 这位在高考考场外陪考的父亲 衣着朴实 面容慈祥 意外走红的他 收获了上亿人次网友关注 和超百万网友的点赞 俗话说 子不叫父之过 几乎每个爸爸都盼着自己的孩子 能够长大成才 哪怕孩子暂时学业不如意 此前我们就报道过 山东青岛的一位父亲 在家长会上 为成绩不如意的孩子发言而爆活 我的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差 因为我们班里严重抖了后腿 我也是比较歉意 但是我依然相信他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 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的儿子心里特别强大 他学习成绩这么差 既然能吃能喝能玩能睡 再就是各科老师的辛勤处出和培育 我的孩子竟然有时候也能考及格了 爸爸对爱的表达总是说得少做得多 对于浙江金华的罗书坚来说 他给儿子的爱就是迈开双腿向前奔跑 2015年开始 罗书坚用手推三轮车 带着患游脑瘫的儿子跑上了马拉松赛道 挑战迷你马拉松 半马 全马 跑过了国内二十多个城市 跑完了七十多场赛事 他立志要推着儿子看世界 奔跑过程中 其实我是希望他就是来 让他起点这个快乐 那他的 那个他的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要选择把他留下来的时候 就承诺过一辈子在他身后 赛道有终点 父爱无止境 爸爸找孩子永远不放弃 去年我们都市现场报道了 河北邢台谢克风寻子二十六年 终于找回儿子谢青帅的消息 引发全网关注 在祝福的人群中 有一位来自江西上扰的父亲 他叫杜小华 2011年3月6号晚上七点多 在内蒙古包头 杜小华带孩子准备约工友上街 后来因为临时有事行程取消 可没想到 这却成了他一生之痛 13年寻子路 杜小华走遍大江南北 足迹几乎遍布全国 期间还帮助他人解救了几十名被拐儿童 但是至今没有找回自己的儿子 我羡慕人家 替人家高兴和激动 但是多少次就还有点失望 有点失落 因为想着怎么就不是自己的孩子 风雨无阻 脚步不停 寻亲路上的杜小华心里 一直牵挂孩子 放心不下 不知道这么多年 到底你在那边生活得怎么样 活得好不好 经典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 酒干躺卖无 被很多年长的朋友熟知 歌曲唱出了超越血缘的伟大父爱 虽然是养父 疼爱胜过亲生 此前 一位来自景德镇乐平的石先生 找到都市现场 讲述了一段人世间的真情 1988年10月6号 石先生夫妇从当地福利院 将当时只有三个月大的女孩 石姓领回家抚养 此后老两口守了这个秘密35年 在把女儿养育成人后 为了不让他自己的人生有遗憾 石先生想通过我们 寻找养女的亲生父母 当时我们考虑这个事情 也很纠结 为什么呢 如果说不公开的话 我们两人就把这个秘密带走 对这个养女呢 也不公平 之前对我确实在 很多时候比对我自己妹妹 还要更好一点 一直都势如己出的话 公开跟不公开 只是说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而已 对我们父子 父女母女的关系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这是让无数网友感动的一幕 事情就发生在江西赣州安远天心镇派出所 当事人谢先生的父亲2001年去世 生前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 这也成了全家人的遗憾 恰逢清明节对父亲的思念涌上心头 谢先生就来求助派出所了 谢先生的父亲在去世前 并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 所以在户籍系统里面 没有找到照片 后来我就到户籍的暗示里面 翻阅了近百份材料 看到这张黑白照片 谢先生瞬间喜极而泣 而这张父亲唯一的照片 也将成为他记忆中的珍宝 父爱深沉而伟大 孩子被父亲浇灌的同时 也学会了回报 辽宁大连的段先生 在40岁这年被诊断为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 段先生没有兄弟姐妹 唯一的希望都落在了11岁的儿子 段天毅身上 我不害怕 只要能救爸爸啥子 因为我爱爸爸 最终父子俩配型成功 段先生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也顺利完成 我特别感动 我感觉咬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家 在孩子心中 爸爸是巍峨的高山 爸爸是人生的榜样 2010年7月 九江星子县的民警陈水印 在抗洪一线不幸牺牲 被评为烈士 她的警号自此封存 陈水印的女儿陈晓 当时年仅9岁 爸爸牺牲后 陈晓努力学习 于2022年9月 顺利靠入九江市公安局 成为了一名民警 这么多年来 在她的影响之下 在面对很多这种挫折和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她好像就一直在陪伴着我 九江市公安局得知陈晓 希望能够继承父亲的警号后 通过多方努力 重启了封存13年的警号 029114 警号029114重启 由烈士陈水印女儿陈晓继承 现在我也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 我也希望有一天 能够成为她的骄傲 今天是父亲节 感恩父亲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爸爸是家里那根顶梁柱 爸爸是孩子心中第一个英雄 他勤奋好强 坚韧有力 乐观豁达 虽然他的话不多 但是我知道 他一直在引导我 支持我 他真的好伟大 独视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在今年的高考期间 在考场外等候孩子的 黄帽子叔叔和红帽子叔叔 火了 网友也纷纷表示 两位帽子叔叔 是很多爸爸的缩影 他们可能不善言词 可能工作普通 但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支持着 自己孩子的每一步 在南昌街头 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父亲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努力打拼 今天是父亲节 都市现场的记者 也请他们来说说自己的故事 你来南昌多少年呢 我三十年 有三十年 那你在这里买的房吗 没有买房 没有买资 我是做挖子工的 油漆工 在这边接电 接电货做一下了 这三十年前 一直在路边等 好的情况下 就搞得到三千两块钱 没有 主机上面还有点货 大概赚到六七千块钱 大概 朱先生是上饶广风人 今年五十五岁 小学没毕业的他 靠着勤劳和兼韧 是家里的顶梁柱 在父亲节 他想的最多的 还是自己的女儿 作为父亲 你有什么心愿吗 没什么心愿 哪有什么 反正都是这样过来 都没有过过父亲 哪有什么心愿 没有心愿 对孩子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他们 比我们过得好 务工人群中 有一位父亲身上的衣服 破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洞 叔叔 这个衣服谁给你买的 我老婆买的 穿了两三年吧 两三年 怎么破成这样了呢 这个是我们都市 有的时候钉子刮走了 就会破的 还是什么的人 是 我们都是破就破一点 是不是 好的穿起来也是一样 会破 57岁的英先生 来南昌务工20年了 他和妻子孙女 租住在老旧小区里 每个月房租费用是460元 居住环境不怎么样 但基本设施都齐全 他觉得很满足 我儿子还要娶老婆了 帮得了就帮一点嘛 帮不了也没办法了 做不动 回家 是不是 做的东西 必须要做 无论孩子年纪多大 在父母的眼里 始终都是孩子 他们总是无私付出 尽全力提供支持和帮助 提到父亲节 英先生脸上洋溢起了温暖的笑容 他们的身影或许并不高大 但他们的肩膀 却能够扛起整个家的重量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书写着父爱的伟大和坚韧 祝愿全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在江西南昌 有这样一位父亲 多年来 在儿子上下学的校门口 不论是刮风下雨 还是严寒酷暑 一直都在 但他并不是来接送儿子的 而是守护着校门口的秩序与安全 在儿子小义胜的一篇作文 开头处写道 我的爸爸他是一名交警 我是09年参加工作的 参加工作我就一直在我们 南车市交管局 亲补部交警大队 从事路面执行工作 然后在我们三天小学周边 也工作了十多年 因为我们三天小学门口的 交通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井刚山大道 它属于我们主干道 车流量 早晚高峰的车流量 上下课期间的车流量 还是非常大的 小义胜就在三天小学 读三年级 进出校门的每一天 他几乎都能看见 爸爸站在路口的背影 我虽然很想要爸爸来接我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 爸爸在路口感 保护了很多小朋友的平安 我如果说我们一般 上下课期间 我一般是在路中塑造交通 然后家里的 我家人就是有时候姥姥姥爷 爷奶奶接他上下课的时候 他会看到我 原来还会经常说 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接我 不送我 不仅我想 就是不仅我的小孩子 要平平安地上下学 看到日常大家都 我们三年级所有的学生 包括家长都能 顺着交通法规 都能平平安安地 开开心地上课 看到有家里输出 我会有安全 我会有一点安全感 虽然缺失了自己孩子 上下学的那一路接送 但黄亮并没有缺席 对孩子成长的陪伴 在小益胜的作文中 写了许多 我爸爸每天早出晚归 每天早上他大约六点就起床了 每天晚上都要七八点钟回家 有时甚至要到凌晨 过节时 其他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伴 而我的爸爸总是因为 要保障大家的安全 不能陪伴我 有时我也会感到失落 有时一两点才回来 我有点心疼他 父亲节 爸爸说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孩子能健康快乐长大 而儿子则给了他一个惊喜 我长大之后想做交集 你想做交集 为什么想做交集呢 因为我也想保护 更多小朋友的平安 父亲节 什么是最好的礼物 对于33岁的王思雨来说 赶在父亲节这天出生的宝宝 就是给他最好的节日礼物 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的 一体化产房里 初为人妇的王思雨 正轻声细语地和宝宝对话 步入婚姻殿堂五年 他在33岁迎来了小家庭的新成员 抱着这个又香又软的小家伙 王思雨感叹生命的神奇 也深切体会到妻子生产的不易 看着他那个生宝宝的时候 那种疼的啊 或者说很难过的那种表情啊 特别是感觉到 欺负怀孕到生孩子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原来为了他 我们也是不容易的点有很多啊 看着他一点点的出来 挺激动开心的 是这个父亲节啊 或者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啊 在陪产的过程中 王思雨还亲手帮宝宝捡了旗带 虽然内心很紧张 但仍希望和宝宝一起 走好这人生的第一步 最后是亲手给他捡的旗带 顺利的就来到这世界 我们就给他走的第一步 可能以后还要跟宝宝说 是吧 那他也知道 我们这虔诚地陪护着他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 万俊在见证新生儿出生的同时 也见证着产房外的焦虑与喜悦 在我们医院院区啊 我们有三个院区啊 每年的分别量大概两万多 我也见证了每年 有几千例的这个从丈夫 转换为这个父亲的这种角色 这种转变 在产房外面 焦局了 然后紧张了 对这个胎儿出生的一些 未知的因素的这个 这种紧张 直到看到那个新生儿 出了产房以后 才出现这种喜悦的心情啊 包括出现了喜极而泣啊 开心的这种大笑啊 甚至就是这种翻起了泪花啊 今年40岁的万俊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这个父亲节 他收到的礼物 是两个孩子的画 在大女儿的画里 万俊穿着白大褂 为一位孕妇做检查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万俊说 他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 因为要经常上晚班 可能作息时间啊 跟小朋友的作业时间 肯定就不一样 小朋友可能都已经睡着了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的周末啊 节假日的时候 可能就在值班 就是虽然我可能 没有那么多时间 陪伴我的孩子的成长 但是我能认证许多的 准父亲 这个成为父亲 陪伴他们的小朋友 一起这个出生 就我是感觉到 非常的欣慰的 希望在以后的时间 用他们的爱心 耐心 还有责任心 然后陪伴这个 小朋友的着障成长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有一个人 他不善言词 却总是在背后 默默地为我们付出 他的爱 严厉 深沉 含蓄而伟大 他就是父亲 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 父亲节的今天 都市现场的记者 走上了街头 随机采访了一些 已经为人父母的家长 看看他们眼中的父亲 是怎样的 如果用一个词语 来形容父亲 你会选择什么呢 严肃而亲和 不管是读书 还是一些技能 他都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在我们放松的时候 也能够陪我玩耍 善良 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不论何时何地 你要学会宽容 二十年过去以后 我可能还是会 以这句话 作为自己的一些 为人处事的一些 风向标 万能又会做饭 又疼我妈 然后家里面 大的小的 里里外外 他都能干 需要什么 他就付出什么 所以我觉得 他是最万能的 他在我心目中是 十全十美 暖心 在我的人生 很多重要次的选择上 父亲是给到了 很暖心的一些建议与教导 伟大 自由 在一些小事上 不会太多限制我 但是在很多关键事情上 他才会站出来指点一下 给的自由比较多 然后他也是一个 向往自由的人 我也想活成他那个样子 一个个形容词虽然不同 但父亲对孩子的爱 却是相同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默默付出的身影 时隔多年 依然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脑海中 8015年 我给他拍了 我那天正好拔了颗牙 然后没拔好 特别疼 然后那个时候 就我爸在家照顾 也没有做得很复杂 就煮了一口清水面 但是那一瞬间 我觉得特别感动 特别特别感动 我上大学的时候 很远 那么闷热的九月 然后那么高大的身影 挤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面 一点一点地 为你把蚊帐挂好 就为了让女儿 不要被蚊子咬到 我只能看见她的背影 虽然她不说 她从来不说 但是你就是觉得 她为你做了很多很多 很浓烈的爱 我的鞋破了 原来鞋搞成那个洞 她把我母亲打我 她就用线去补 然后都是把我封了 应该还是我青少年时代吧 周末休息的时候 跟父亲一起种蔬菜 厨地 还有修理家里的桌椅板凳 机会到应该 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父亲的陪伴 是非常开心的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大伙儿也为自己的父亲 准备了礼物 紫砂虎喜欢喝茶 她抽烟啊或者是什么 还是会准备一些戒烟的 一些辅助的 让她慢慢的身体越来越好 是买衣服啊 鞋啊 买点烟 买点酒给她吧 提醒她给她抽点烟 喝点酒 给她买了个皮带 然后包了一点钱 父亲他不太喜欢 这种物质上的东西 他更希望的是这种 看到儿女的这种成就 他觉得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快乐就是他最最好的礼物 所以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像父亲一样 我们对父亲的爱 有时也深藏心底 记忆中甚至从未对父亲 说过一句我爱你 没说过啊 从来没有跟 那我们的亲自能接着 我们先接跟爸爸说一句 可以的亲自 可以 老爸 辛苦了 感谢一直以来的言语跟支持 我爱你 老爸 爸爸 我爱你 希望爸爸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你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也成为了爸爸 成为别人有力的肩膀 可以不需要那么担心我们 祝他健康 平安 幸福 长命百岁 我需要他的陪伴 我父亲十年前就 八十多岁去死的 我看见了外面 有的人超大大爸爸 有时候也有父亲多 对父亲说 就是我们都很好 你放心吧 希望我父亲 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虽不善言辞 却爱意如山 虽不能常伴 却从未缺席 我们人生的重要时刻 今天我们也祝愿 全天下所有的父亲 节日快乐 你们的孩子 在努力长大 请你们慢慢变老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每月算账何需如此麻烦 用中行手机和ABP 点击更多 查询 收支记录 阅读账单轻松查 资产概况 基本信息急速查询 理财收益 第一时间发现 生活中的小惊喜 收支分析 精打细算 清晰明了 标签收藏 趣味标签 分享美好 中行手机行 阅读账单 您手边的财富管家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宝力量 始终半年同行 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发现 0到4摄氏度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 使用双绘冷鲜肉 南昌雷震雨转中雨 25到28度 九江多云 23到31度 宜春中雨转暴雨 24到26度 平湘暴雨 25到27度 新雨中雨转暴雨 23到26度 辅州雷震雨转中雨 24到27度 鹰潭中雨转暴雨 23到26度 景德镇晋雨 25到31度 上饶中雨 23到26度 吉安大雨转暴雨 25到29度 赫州雷震雨 25到31度 南昌雷震雨转中雨 25到28度 稍后播出 打破小圈子广发英雄铁 街榜挂帅 助农忙 都市频道全国首档聚焦 政务公开荣媒体栏目 江西正能量 今天关注白莲之乡 辅州广昌的科技特派源 水面养殖租赁到期后 近三万奖 资金迟迟未拿到 节目播出后 相关部门多放沟通 江湖资金已到账 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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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了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巴胃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泛愁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胃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准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胃片 开吃时代我倡议 安排辣子鸡 热辣火锅配倡议 太空军珠带给你 真快好好随心意 倡议百分百 添加太空军珠K56 专为国人健康研究 好均喝倡议 畅快随心意 接下来我们一起把目光 转向江西正能量 江西正能量是 江西省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 和我们江西都市频道 联合推出的全国首档 聚焦政务公开的 融媒体栏目 本栏目围照营商环境 民生关注 热点回应等方面主题 聚焦政策公开 助推政策落实 福州市广昌县市 中国通芯白莲之乡 近日广昌县 十一万亩的莲田里 莲花镜像绽放 构成了一幅 接天连夜无穷弊的 和塘月色美景 景色虽美 但是对于种植户来说 现在正是防治各种 病虫害的关键时期 连日来 莲田里多了不少 科技特派员的身影 他们都是了解到了 莲农的需求之后 来开展莲田管理技术 巡回指导和跟踪服务的 广昌县顺江镇下湖村莲农 邓兴明种了八亩红莲 近来高温高湿的天气 容易爆发夜班病 为此 邓兴明提前打药预防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输手无策之际 邓兴明参加了广昌县科技局组织的 宋记下湘活动 现场向经验丰富的专家咨询 科技特派员郑兴问了解情况后介绍 荷叶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蜡质层 导致普通药剂喷洒上去之后 很快便顺着荷叶滑落到水田中 面对这一难题 郑兴问细致地解释了 复配药剂的重要性 并指导邓兴明进行药剂调配 通过我们之前的研究一些技术 还有筛选的药剂 然后给它配了一个组合的药 然后就是能够让药更多的粘在叶片上 能够让药有更好的效果 又省药 效果又好 这种药一喷它就不会生病了 莲子是夏季里一道清凉佳品 如何将莲子制作成好喝的饮品呢 广昌本土企业制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近来正在研发一款 以白莲和大米为原料的饮品 然而在研制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 因为广昌白莲跟大米 因为它是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 所以它在生产加工过程中 就容易出现这个分层跟沉淀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销售的 在网纲跟口网上 就是消费者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实验一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今年三月 公司负责人尝试在广昌本地政务公开平台 微信小程序 联乡易网通上发榜寻求技术支持 很快 县科技局工作人员就接榜了 经政府牵线大桥 江西省广昌白莲科技特派团成员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教授邓泽源 携团队前来助力 我们的这个科技组成了科技组以后 我们就是把采用他们的原料 来通过一些工艺技术 比如说我们讲生物媒体技术 还有其他一些技术 就是合成在一起 来解决它这个沉淀问题 其实这个技术是一个世界级难题 邓泽源教授介绍 淀粉类的食物做成饮料 如何让沉淀消失是一个世界级难题 他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 这款莲子和大米复配饮品的沉淀问题 终于得以解决 这款产品的预计在今年是可以上市销售的 目前在大家的这个饰饮过程中 就是我们做的市场调查 口感各方面风味都得到了很大的赞赏 近年来 广昌县科技局 从省内多家科研院校 累计选派的10个省级科技特派团 72名省市县科技特派员赴基层开展帮扶 涵盖白莲 水稻 中药材 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 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需求 推进了产业链 资金链 能财链 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引进了新品种 新产品 新技术 二十余项 解决了各个产业关键技术难题 四十余项 在刚刚的报道当中 有一个词很吸引我 叫科技特派园 近年来 广昌的科技特派园队伍在不断地壮大 涵盖了省市级的科技前沿的顶尖专家学者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他们不仅是农业科技的传播者 更是三农政策的宣传队 以及创新创业的领头羊 广昌县通过联乡易网通政务公开平台 将科技特派园与普通农民 农户和企业之间紧密地连接起来 这一创新举措 就如同在乡村和科技之间搭建了一座数字桥梁 大家只需要在这个平台上发榜求助 便能够引来对口部门的接榜响应 真正实现了问题精准对接资源的高效配置 这一接榜挂帅机制不仅给乡村振兴带来了科技的助力 更加体现了广昌县在推动农业现代化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上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和用心 广昌县千晒乡 盖竹村村民饶广生 去年投资一百多万建设的一百亩高标准果园 种植金秋砂糖菊 南风蜜广等六个品种的柑橘 长势一直不错 没想到冬天的两场寒潮让果树遭受了严重冻害 无奈之下 饶广生在政务公开平台 联乡一网通上发帖求助 现科技局接绑后 联系了省农科院专家前来指导 能抢救的尽量抢救 救不活的立刻补重 并现场指导饶广生如何通过修枝 搭建大棚来抵御冻害 目前局势的长势非常好 我对今年种植非常有信心 据了解 近来广昌县积极探索 开展乡村振兴接绑挂帅机制 收集乡镇村企业人才三方合作需求 以联乡一网通小程序为平台 为三方合作牵线搭桥 按需发榜接榜 助推乡村产业加速发展 不少农户就倒鼓滞销 询问养鱼技术 农具机械维修保养技术等问题 在接榜挂帅上发英雄帖进行求助 据了解 自接榜挂帅机制运行以来 共发布31项榜单 其中23项已接榜 目前 广昌县正在摸牌重大乡村振兴接榜挂帅项目 下一步 我现在将紧紧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事项 汇起汇明政策的落实等 不断丰富公开形式 完善公开内容 将更多的汇起汇明政策和专业实用科技信息 传送到广大企业和群众手中 以政务公开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近年3月初 九江市彭泽县福荣敦镇五连村村民姚上勇 在我们江西广电视台荣媒问证平台干问上发帖反应 他从当地政府部门手中租赁了117亩的水面 从事水产养殖 合同到期之后 当初约定的近3万元的奖励 却迟迟没有拿到 5月18号 我们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在节目播出之后 当地政府做出了回应 一起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九江市彭泽县福荣敦镇人大主席齐四平告诉都市频道记者 都市现场节目播出后 经过多方沟通协商 6月11号当天 他们将29000元的环保奖励资金打到了姚上勇的账户上 在城里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明确地告诉他 这个环保费是可以退的 当时因为呢 他的这个承包息了 当时已经过期了 我们当时是想 他那个给一个我们明确的退场时间 我们把钱退给他 他说回去有商量 一直就没跟我们答复 所以我们这次呢 是因为领导在车上考虑 说还是借钱 要把钱退出去 对于姚上勇反映的当初鱼塘内的存鱼尚未完成打捞 新的水面承包户就投放了鱼苗一事 齐四平表示 目前此事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头到了是城里在管理 我们给城堡户提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他进行清淡 第二个是说 我们让他跟城里卸商 看看能不能村里面能不能把他托管下来 对此 姚上勇表示认可 环保钱我们也拿到了 那个鱼潭的鱼 他就说我们坐下来卸商潭 我们也是可以的 认可的 那就特别感谢这个媒体江西都市频道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常言道 人活九十九 全靠好牙口 以前缺牙了 很多人选择活动假牙 但假牙不舒服 咬不了硬东西 还容易脱落 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像真牙一样的种植牙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携手德亚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手术费一律取消 同时德国种植牙磕磕半价 磕磕终身至宝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不限年龄 不限缺牙磕数均可报名 缺牙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报名热线 0791-8812-8777 种植牙 认准得牙 每个你 像平凡星光 却明亮生辉 闪耀着奋斗的颜色 每个我 不履不平 亏洒的汗水是坚定向弦的证明 每一刻 幸福着 好吗 好吗 大道同行 你我并肩 在城市里 矿性能量 与青山绿水相拥 与幸福美好相伴 幸福江西 奋斗向前 2024 润田翠幸福江西行 万人见不走 用奋斗创造情绪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珍惜好活力 就喝润田翠 润田翠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四百多年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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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的血巴胃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毒 用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胃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准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胃片 稍后播出 雨后积水频发 企业内烙难题迟迟未解决 权责不明 将局谁来破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揪四风 敢坐善为抓落实 今天继续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直面问题揪四风 敢坐善为抓落实 系列报道 最近南昌一家公司的员工 向我们反映说 一下大雨 他们公司院墙内的积水 就无法排出 导致鱼塘的鱼外逃 栽中的树木 也会被水浸泡 为此他们也多次 找到了有关部门反映 但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康宝卫是南昌市新建区 保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他告诉记者 最近半年时间 一下大雨 公司院内的积水 就无法向外排出 鱼塘 苗木 果树 道路 全部被浸泡 损失近五万元 接下来一下大雨 我们这里出口节目 我们泡着鱼也是往外面跑掉了 一下雨就泡 反正从三千分下雨 到现在一起都泡 从那没停过 就下雨的时候积水很多 现在就排不出去了 就是上次下大雨的时候 它就猛涨 也长久的下的话 那个围墙会倒的那个 记者注意到 南昌市新建区 保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南昌市德行大街 明月山大道交接处 地势比旁边在修的马路和对面在建的行之学校低一些 周边也没有发现排水口 企业员工告诉记者 公司原有的排水管网被填埋了 为了解决公司雨季内涝的问题 康宝卫向南昌市新建区的有关部门 反映情况后被告知 企业所在的地块 现如今不属于新建区管辖 得去找红谷滩区反映情况 此后康宝卫又转而向南昌市洪谷滩区有关单位 反映公司雨季内涝的问题 康宝卫说 由于排水工作涉及两个行政区 各个部门都跑了两三次 一直没有结果 他希望红谷滩区和新建区的职能部门 能尽快进行协调处理 有关部门能不能把上水道给我打通就OK 是可以的 如果你上水道打通 我们这里也要去不会跑 独视频道记者报道 让这家企业头疼的排水问题 设计两个区和正在施工的项目 究竟哪个部门能够进行处置 问题多久才能解决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首先来到了 中郊建筑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之学校EPC总承包项目经理部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施工把明渠改为案管 并没有影响到南昌市新建区 保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正常排水 这一段明渠穿过我们的项目 所以我们把它从明渠改成了案埋 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 项目部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是修路填埋了明渠 影响南昌市新建区 保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排水 建议企业负责人 去找南昌市洪古滩区龙兴接办 或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反映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南昌市洪古滩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解决南昌市新建区 保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雨季内涝的问题 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反映问题 如果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他们会帮忙解决 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职认 去做事情的 群众有反映问题 都会通过接待办 或者一些信访局 或者什么1235平台 你们要通过正当的途径 政府部门给我们派认 我们才能做这个事情 知道吧 这事情我们知道这事情 我们认它吧 但我们会去沟通嘛 我们今天是跟任务担务 我们会去沟通吧 所以我建议还是 你跟龙兴接班说一下 离开南昌市洪古滩区 住建局 记者又前往南昌市 洪古滩区 龙兴街道办事处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解决保龙农业科技公司的 排水问题 需要先去现场 查看企业地块的全数 给你给我反映一下 看什么时候 有时间去那里看一下 就像我给你拍的图片一下 等领导要去调 要去现场看一下 什么个情况 怎么个赔偿方案 怎么个解决 这种两个区画之间的事情 单单单单我们打报告 意思办法也解决不了 我实话讲 就是它又涉及到新建 又涉及到我们 可能就是一下子解决 记者查阅发现 南昌市新建区 保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 新建经开区黄西村 黄西村原隶属于 新建县生米镇 2012年4月 新建县生米镇 化归南昌市洪谷滩区 2022年7月 黄西村化归 龙兴街道办事处管辖 而两区的官方网站 公开信息显示 黄西村 随化归南昌市洪谷滩区 龙兴街办管辖 实际上是由 新建经开区代管 为此记者通过电话 和新建经开区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工作人员解释说 保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内涝问题是道路施工引起的 还得找红谷滩区的职能部门 我们这边属于新建区 然后它那个属于洪谷滩区 我们不好去干涉 那个洪谷滩区那边的那个建设 您这个事情的话 是洪谷滩那边建设所引起的问题 不是如果是说 是那个经开区这边建设 引起的问题的话 我们肯定会是会处理的 然后属于那个洪谷滩 那边管辖范围 所以还得麻烦您 跟那个龙兴街道那边联系一下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让这家企业头疼的排水问题 涉及两个区和正在施工的项目 究竟哪部门能够进行处置 问题多久才能解决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近日南昌市交通运输局 发布南昌港城区港区 昌东港区等规划修订环境 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据了解 此次修订提出将南昌沿江客运码头 初步规划为一江两岸三区五代的 总体发展格局 涉及综合性旅游客运码头三座 旅游客运停靠点20个 近日省财政下达2024年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 9.84亿元 主要用于解决我省中央苏区 革命老区县民生短板 养老事业供需矛盾突出 残疾人服务紧缺 和体育事业发展落后等问题 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超过70个城市 陆续推出住房已旧换新政策 住房已旧换新 就是指由政府指定的机构 或房地产企业 通过收购 置换 补贴等方式 鼓励和帮助已有住房的居民 卖旧换新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 昨天表示 我国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持续加大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力度 推进科学化 规模化制杀 53%的可治理杀化土地 得到有效治理 为保障抗旱用水需求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 决定自昨天中午12点起 将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 由1500立方米每秒 加大至1800立方米每秒 全力支持保障黄河中下游 应急抗旱供水 离美人稀两汉罗马时期 女性文物展 昨天在湖南博物院开幕 国宝及文物 驱居速杀单一珍品等展品 为首次展出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播出 奔驰车正要卖给朋友 却因一条4S店维修记录 交易告吹 是车辆层大修 还是4S店造假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问真相 4到12岁儿童家长注意了 警惕扁桃体肿大 献样体肥大 成为孩子生长发育的拦路虎 及时防治 健康热线8665个3 我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 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 我是来自江西上澳的 奥运冠军徐师晓 准一点赢得赛场 稳一点赢得生活 冲出非法集资的江湖 拼出精彩幸福的人生 900多万乒乓公里的 撒拉沙漠 由历经不到 0.35毫米的沙力去长 体重于29分的海洋 巨无法烂金 由一粒 0.00099克的 受精卵发育而来 大 让世界碳为观止 小 让世界充满可能 成年可以很小 快乐可以很大 生意可以很小 事业可以很大 房子可以很小 幸福可以很大 舞台可以很小 世界可以很大 您心俱力 让小力量 汇成大幸福 开吃时代我倡议 安排辣子鸡 热辣火火配倡议 太空军珠带给你 真快好好随心意 倡议百分百 添加太空军珠K56 专为国人健康研究 好均喝倡议 畅快随心意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福州的杨先生呢 有一辆奔驰车 使用频率是非常低的 常年停在车库里 最近杨先生打算把这个车卖了变现 他的一个朋友也有意购买 经过沟通之后 双方商定好了车价 但眼看着就要达成交易的时候 对方却因为一条事故维修记录 暂停了交易 对此车主杨先生十分诧异 自己已经把车况如实告诉了买家 难道还有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事故维修记录吗 杨先生告诉记者 导致交易告吹的事故维修记录 和车子的后保险杠有关 本来说是一万想买我的车 后来看到有后面保险杠 拆过的他以为我是出了什么大事故的车 杨先生说自己并非有意向朋友 隐瞒车辆事故信息 而是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这辆奔驰车 在什么时候拆过保险杠 直到朋友把他在奔驰4S店 查到的记录发给杨先生 杨先生才恍然大悟 就是2021年就是在东乡 那个公安局这个地方 批一个迷你的车 把他就是两个人递到 就是夸松了一车 一下他是白车 我是黑车 我就叫了交警 我就打了一个辅助S店的电话 问他这个车 这个喷这些企业多少钱 他就说一千六左右 就这样的 这样的就交警 通过这简易这个事故处理 就把它处理好了 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协议书显示 交警判对方车辆负全责 第二天杨先生就开车 来到了辅州市奔驰4S店 准备维修车辆 维修工在对车辆进行检查时 发现了意外情况 来修的时候 他那个修理工把手一摸 他这个车子上的白车子的车 开到我车上 我这个车实际上没有上到 没上到后来他就给我洗了一个车 洗了一个车我就飞去了 让杨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在4S店洗了一次车 他的奔驰车竟然背上了维修记录 记录显示 2021年11月20号 杨先生的车子有两项保险理赔 分别是拆卸安装整个后保险杠 以及后部保险杠试板 涂抹顶部面漆和特效涂漆 这让杨先生很是疑惑 他要求4S店能帮自己消除这条记录 我后来就打电话打了他这个奔车事件 就找了他经理 他就说这个钱呢 确实就是说已经做了这个项目 做这个项目 我说你拿了保险工作 这笔钱还不要紧 你还给我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发的纪录 搞得我车都卖不出去 后来我也跟他讲了 我说你看怎么处理 他就说问我怎么处理 我就说你说你这个东西 把我纪录刷裂也行 反正赔上我两万块钱也行 但后来他就不同意 不同意我就走了 杨先生表示呢 他提出赔偿并非是无理取闹 而是事出有因 原本呢 他和买家商定好的车辆出售价格 因为这条突如其来的维修记录 而降价了 这无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因此他也希望奔驰3S店 能够协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帮他恢复正确的保养维修记录 以证明车辆的真实状况 要么承担由于记录错误导致的车辆 折价的费用 以弥补他的经济损失 对此4S店有什么说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6月8号记者陪同杨先生来到了这家 位于釜州市迎宾大道的釜州 终生星辉奔驰4S店 售后经理熊经理接待了杨先生 他表示在收到杨先生反馈的问题后 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奔驰厂家 询问是否能删除维修记录 不久得到了答复 你能不能删除这条记录 删不掉 我现在可以在这里表示 如果你找到我在这里搞了厚保险 跟拆装过 苹果7 我这个车送给你 我说法算数 而对于杨先生的另一个诉求 也就是赔偿的诉求 胸经理也明确表示 满足不了 但在我们的角度 按照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赔偿的这个东西 是很难去做这个赔偿 不能披爽 那边还要去做这些假干嘛 你就承担这个风险了 案子是客户知情的情况下 什么时候知情 知情你后面保险我呢 知情我还要来干嘛 知情是要签字的 或者是要写授权书的 都没有签字也没有授权 你就来一个客户是知情的 客户是同意的 现在这个字是谁签的 把这个钱要回来了 那就得找华人公司了 又得查这些整个的流程 熊经理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 他们4S店经历了班店 系统升级 因此要找到两年以前的 维修记录有些困难 不过他们能查到的是 保险公司的确向他们4S店 支付了1500元保险费 为了进一步了解 当时的事故情况 6月8号下午 记者陪同杨先生 来到了福州市东乡区公安局交警大队 调取当初的事故记录 同时记者也联系了保险公司 调取事故发生后 车辆车损的照片 综合事故记录 与这些车损照片 可以看到 2021年8月7号傍晚6点多 某女士开的白色小车 刮蹭了杨先生开的黑色小车的右后侧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记录 那具体是什么 是磕了前面后面的话 我们现在是查不到 关键是没有给后保险杠去喷漆 你们怎么开就是这样的工单 给保险公司呢 那我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他把钱赔过来 我们必须按照他的 维修的项目去开单 然后把票开给他 当时没有在这边修 但是保险公司 我不上这个记录 保险公司也会有这个记录 那不可能 我维修没拿他的钱 怎么有记录的 你钱已经在这边了 已经在这边 我没用他的钱 我没去维修 这个钱就不能要退回去 可见后来你这个钱 发到哪里去了 我做了保有没有 还在这边呢 还在这边 对啊 你的钱还在 就是你没有去用的话 这还在这边 只要你没用 他就在啊 杨先生表示 事故发生后 福州奔驰4S店 从未主动提醒他 还有一笔保险赔偿金 在店内尚未使用 他希望4S店 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和解决方案 他没拿到钱 这是没有错的 按正常来讲 就是我这边的话 只能修 对吧 你只能修 你修什么呢 没修 所以说把这个钱 去给你抵保养 他做了保养吗 没有错 但是这个我认 如果说我这次不卖钱 我又不知道 那你们正规 这个20店 应该去做这 做正常 就是说合法的 都是 怎么不给我们打个招呼 打到现在 在你这个钱 都凭你做了假单子以后 只好 我自己当时人发现 才来找你呢 随后 这名雄经理 将此事汇报给了 福州奔驰4S店的 相关负责人 得到的答复 依旧是无法对 杨先生进行经济补偿 但可以尝试向厂家申请 删除维修记录 随后 杨先生向保险公司的 机查部门进行了投诉 如果是在当时 明知道车子没修 也没通知你们来修 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 试询话 可以去找他们 如果他不推钱的话 我肯定找到 偏保 如果是他确实 是 是这个 A面 他定在B面 我们也会触犯他 好的 这个你放心 谢谢你 如果是确实 他有其他行为 我们也会打击他 独视频道记者报道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 在南昌市建设桥上 有一名老太太人 坐在栏杆上 路过市民非常担心 他会跳下去 于是赶紧报了警 刚报完警 老人就跳下去了 幸好民警及时赶到 南昌市公安局 西湖分局桃花派出所民警 接到报警电话 立即赶往现场 由于天色昏暗 从水面上 看不清老人的具体位置 也没有呼救声 民警和消防员 用手电不停搜寻 下来吧 坐下来吧 起码去下来吧 模型车的店 起我这个位置哈 随时的事哈 山上的头户 差一点 不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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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走着你了 不想我饶 哀哀 两次没中,等的 偶然活的 安全带在身上 对 老太太你往下摆 交往下摆 对 交往下摆 上岸后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 目前老人已脱离危险 从发现老人的位置到将老人营救上岸 大概花了13分钟 营救过程中老人一直觉得自己拖累了大家 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他 他也不吭声 然后我们是通过那个手电筒的很微弱的光 从湖面上慢慢就找到他 从他自己这个角度 他是不想我们就救他的 如果他需要我们救他 我们在这找的时候他就喊就够了 救命了救命了 我们就我们就一下就能确定 通过声音就能锁定他的位置 老人是南昌人 今年81岁被查出一线癌 因为病痛难忍 也不愿意拖累孩子 一时想不开有了轻生念头 我们处置完这个警惺以后 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感触 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 我认为这种方式肯定是不对的 一旦做出这种事情 会对家和小孩造成极大的影响 更大的心理伤害 现在的科学医疗水平都比较发达 我们只要放宽心态 积极面对 肯定能向好的一面发展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龙鱼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好 阳筋骨趋腾痛 输筋剑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江西的夏天 古镇西建 水深潺潺 夜梦清凉 夏孕阴长 雄河灿烂 云海奇幻 来这里清凉一下 触摸湿河远方 如画将喜 松景独好 由我喜欢 亮智 俩 月 艺参 人 对 无论你身在何方 他 要我们万众一心 奋勇向前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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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八卫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八卫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八卫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 清血八卫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 血八卫片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都市现场 由菌阳六种坚果 挂名播出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菌阳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 做做操 畅销五十亿 值得信赖 菌阳未动力 稍后播出应急安全大创官 在游戏中学习安全知识 全国安全咨询日 提醒您 人人讲安全 各个会应急 今年6月是第23个 全国安全生产月 主题是 人人讲安全 各个会应急 畅通生命通道 而今天6月16号 又是全国安全咨询日 今天上午 在省会南昌的一家商场里 很多市民朋友 就收获了一道 寓教娱乐的安全知识大餐 现场非常热闹 一会儿来看看 这场安全应急知识宣教活动 是由南昌市安委会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主办的 应急安全大闯关游戏 包含排障先锋 畅通生命安全大闯关 百发百中 灭火套圈 答题互动游戏 平安飞行旗 置头子回答问题 争分夺秒 消防服穿戴 一分钟现实挑战 等多个环节 这位小伙子 今用了57秒就完成挑战 在每个游戏前都排满了前来体验的群众 不管大人孩子都感兴趣 大家纷纷点赞 此外南昌市专业森林消防支队 青云浦区消防救援大队 蓝天救援队和红十字雄鹰救援队 也现场展示了上百件装备 引来不少观众 看新鲜 长知识 那么像这边看到 就是我们的水域抛头箱 它是用于在冲锋中 或者船只无法到达的情况下 利用抛头器抛图做救舍舌 一般安全使用距离 在100到150米区间 另外两侧 一个是水下摄像头 还有一次是生命探测仪 大家还是从小了解一些 硬机急救的知识吧 万一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派上用场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连日来 赣州宁都 辅州南风 滋西等地 出现了强降雨 行驶在相关的高速公路上 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 安全第一 14号下午5点左右 在辅急高速四周段 一辆小车失控 撞向中央护栏 旋转一圈半后 停在了应急车道 这惊魂一幕 被行车记录仪拍下 幸好车上人员 都系了安全带 没受伤 这一急杀便导致车辆 失去方向 连撞两边护栏后 才停了下来 行车记录仪拍摄到 后方来车 似乎也被下了一机灵 13号下午3点多 南韶高速星国段下了大雨 因雨天路滑 驾驶员又没减速 一辆小车打滑 撞上了高速公路护栏 下雨天车辆一旦发生打滑 一定要轻点刹车 但前提是要降速行驶 不然非常容易发生事故 再次提醒 下雨天就别开120了 减速 注意减速啊 本节目素材由高速警察提供 跑货运的师傅呢 总是想着要多拉多跑 但一定得注意安全 超载危害大 千万别乱来 近日在全南高速 既然永新线进内呢 就有一辆拉运松油的小货车 因为超载 结果当场闯祸了 当场上演了 爆胎侧翻的惊险场景 公共视频拍下事发情形 一辆轻型货车摇摇晃 晃从远处开了过来 突然后方冒烟 一声巨响后车身失控 事发后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货车严重受损 后方一条轮胎破了个大窟窿 而货车发生侧翻后 油桶破裂 造成松油漏到路面上 车上还有一名乘客手臂受伤 民警调查还发现 车辆超载竟达到360% 你自己看一下你的行驶盾 车辆车车达载的话 如只有一片五吨 就载了七吨 也有车载 也很容易隐宽 整个手臂的一条山 希望你自己的话 一定要吸气效果 民警表示 超载会导致车辆轮胎 长时间超负荷运转 大大增加爆胎的危险 超载危害大 别让载祸成了载祸 最近在昌利高速上利 往万载方向 也有一辆小车 晃晃悠悠的撞了 在这段行车记录仪视频中 我们看到 一辆紫色小车 没有任何警示操作 就向左变道 导致快车道上的小车 避让不及撞了上去 而在撞击之前 紫色小车上的司机 有一个伸手擦玻璃的动作 这是为什么呢 你在干什么呀 就是擦这个东西 一个虫子是吧 一个好大虫子 飘到血 撞到这里 我就想去擦 玻璃弄不到 你为什么不下高速擦 你没过来是吧 看着恶心 原来是飞虫撞上了挡风玻璃 司机随手拿毛巾擦拭的过程中 车辆跑偏发生事故 民警提醒 驾车出行时 务必集中注意力 不管是打飞虫 还是接打手机 捡东西等细小动作 都可能会导致事故 本节目素材 由高速警察提供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些 观众和网友 向我们反映的 有关于安全隐患方面的问题 南昌东湖区的丁先生反映说 文教路和福州路交界处的 一家店面的外墙上 距离地面两三米的位置 有一个电表箱 已经掉了好几颗螺丝了 摇摇欲坠 非常危险 干州的临先生反映说 中心城区所有的高价快速路上 经常都会有环卫保洁车 在做清洁 走走停停 高价上的时速都是80到100码 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前几天就有车辆撞上了环卫车 南昌洪谷滩区的熊先生反映说 凤凰中大到区政府这一边的路灯 不亮已经有好多天了 涉及的路段大概有三到四百米长 熊先生晚上经常会在这散步 因为很暗 有一次差点摔跤了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 尽快恢复路灯 以上所反映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人员经过核实之后 也会联系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希望他们帮助大家尽快地 来消除这些安全隐患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Che Ferrar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迷惑为新连新的声音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问题的回顾 此前家住福州邻川区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的李女士向我们反映 2021年古街改造安装了落水管 但是六楼的街口并没有处理好 所以水顺着外墙渗进了他的家里 墙面发黑发霉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文昌里街道工作人员回应说 已经和文昌里保护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协调 目前文保公司已经派出了施工人员 更换了落水管 事情得到了解决 再来看看观众和网友还向我们反映了哪些问题 福州乐安县的陈先生反映说 昭邪镇望香河两岸本来是种有很多的风景树的 最近散步的时候发现有两棵直径十多公分的树被砍伐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偷砍风景树 看着觉得怪可惜的 平乡安原区丹江街道丹江村的吴先生向我们反映说 自从他家旁边建了安置小区之后 下大雨就会导致排水不畅 他和周围的几户村民家也经常会被淹 希望这些问题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 那么刚刚大家所反映的问题 还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进步的核实 在核实之后 我们就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和单位来进行沟通 同时也欢迎这些设计的部门单位 主动回应我们一起扎扎实实的为群众办好实事 好的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再会